而当然诺鲁共和国跟台湾的断交 大家会视为说 中国大陆的外交工具 现在是持续 还有外交的手段是频频的用上 甚至大家也非常担心 除了外交之外 接下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经济上 会不会都有连带压迫呢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在昨天15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再度释出的最新影像 就是解放军在东部战区 海军扫雷舰上转战多个海区 还有执行一个多科目的实战训练 透过这种影像对外释出 似乎也在台湾 会对台湾释放出某种的讯息 甚至更明确的讯号 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像是在1月16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就发文说 将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 甚至他提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也明确的提到了三种情形 必须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就要采取所谓的非和平方式 那三种情形呢 第一种就是台独造成的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再来有没有可能有重大事变 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呢 还有当这个和平同意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 这种反分裂国家法就有法源依据 让中国大陆对台湾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 但是大前提来说 他们还是非常希望可以用和平的手段 对台湾进行统一 当然这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内容 说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他本身有一点历史缘由 他真的出台的时间点是2005年 而且时间点非常敏感 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陈水扁前总统连任之后 所因此制定出来的反分裂国家法 最后呢在整个文章当中还喊话了情治单位 希望还是可以双方尽量的和平相处 还有呢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台湾所所长 朱卫东也说以目前来看 大陆绝对不会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 还有机会也加速 台独的话就是等同加速统一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中共的党刊求是也发表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谈统战工作的一个文章 当中其实也提到台湾 涉台部分他是怎么样写的呢 他表示说要壮大台湾爱国的统一力量 也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 大选后大陆东部战区又推出新的练兵备战画面 包括大陆海军某护卫舰支队 多艘舰艇组成了编队赴东海进行海训 提升编队协同作战能力 不只如此 选后第二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文谈统战 他在官媒《求是》杂志中 署名表示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同时大陆外交部15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 一连回复了7个跟台湾相关的提问 包括新加坡的外交部 恭贺赖清德和民进党胜选 新加坡领导人曾多次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中的深红线 中方重视新方这一说法 希望新方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心友好关系大局 虽然新加坡外交部有强调 将在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 继续发展对台友好关系 但欢迎和祝贺 看在北京眼里依旧非常刺眼 另外选举期间 台湾是否遭受网路攻击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跨国科技网路安全公司Cloudflare 针对台湾的阻断服务攻击 做出了统计 相较于2022年10月到12月 增加了624% 若按整年比较 2023年全年 则比2022年全年 台湾遭受阻断服务攻击 增加了3370% 让台湾成为了继新加坡 美国和加拿大 遭受全球网路攻击 第四大受害者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中东情势 中东冲突有没有可能持续扩大呢 我们先来看到 伊朗在这当中所办的角色 伊朗的革命卫队 现在袭击了 包括伊拉克还有叙利亚 当中他们袭击的是 位于伊拉克的以色列情报中心 而且他的位置有非常靠近美国的使馆 另外在叙利亚的部分 其实他们也攻击到了当中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这一次的伊拉克的攻击行动当中 其实也造成了四位平民死亡 六个人受伤 甚至这个炮弹非常精准的命中了 这个富豪的住家 造成他跟他的亲属死亡 所以说当局是认为 这样子的行为是一个犯罪行为 而且我们要来看到的 其实还是在加萨 目前以色列 在加萨地区的最新情况 尤其以色列说 在加萨的南部地区 打击哈马斯的行动 最激烈的阶段 很快就会结束了 所以接下来要进行到 是人员方面的撤离 派到加萨的四个师 一个已经完成撤离 但是其实到现在 将近一百多天的战事 还有炮火攻击当中 营造成了2400多万人加萨的死亡 甚至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说 他们希望未来加萨该如何治理 他们希望是巴勒斯坦人 在这边进行管理 但是他也有一个诞书 就是说在保卫以色列国民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是有行动自由权的 这句话解释的定义 还有这个范围也都非常宽 基本上对加萨地区来说 要真的迎到接受到这个和平那天 恐怕还是非常难 不过如果我们说这个中东情势的 扩大的话 大家也会特别关注的 就是红海航道了 尤其是叶门的胡塞主持 是持续针对周边的商船进行攻击 这一次也攻击到了美国的货船 黑色轿车车头撞凹 警方徒手搜索 就是这辆车在以色列中部冲撞人群 酿成一死十几人受伤 两名巴勒斯坦嫌犯已经落网 这样的攻击案件在以哈冲突后频频发生 哈马斯最新还公布一段人职影片 号称乙军对三名人职开枪 造成其中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 而以巴紧张局势也烧到国外 以色列足球员回国时 受到英雄式欢迎 因为他在土耳其比赛时 秀出手腕上写的一百天 象征人职被绑百日 比赛结束后遭到土耳其警方询问 而挺哈马斯的胡塞组织 依然在红海发动攻击 这次打到了美国货船 胡塞大方承认 毕竟他们背后有人称邀 伊朗自己也出手 周一飞弹打中伊拉克 美国领事馆附近 伊朗声称攻击了一座间谍总部 不过美国澄清 没有美方资产受到影响 地区别新闻众后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 如果这个中东情势 依旧是危急的状况之下的话 大家更担心说 在欧洲有没有可能爆发 第三次的世界当中大战 而且当中大家特别担心 而且会瞄准这个矛头的 当然就是俄罗斯总统普钦了 现在这个德军的机密外流 根据德国的话报报道 他们发现说 掌握到一份德国国防部 所留出来的机密文件 这个文件当中的标题叫做 《联盟防御2025》里面 也明确的揭示了整个德军该如何来控制整个欧洲情势 还点出了俄罗斯有可能对整个欧洲国家 尤其是北约的进犯 当中还点出说 普丁很有可能在明年夏季的时候对北约发动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说难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在路上了吗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掌握的情思 所有的时间点还有所有的攻击行动都拟定的非常详细 他们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始铺陈了 而且俄罗斯会针对乌克兰锁定第一个目标 预计在2月份的时候开始增派20万大军 目的是在什么 就是消耗西方的武器 还有相关的配备以及金融资源等等 预计在6月份就会取得进展 接下来他们会拿着这样的优势 因为如果西方对于整个乌克兰的援助 还有弹药的库存越来越少的状况之下 就很有可能让各国开始慢慢采取一个比较保守 不敢援助其他国家的态势 接下来他们就会在波罗的海三小国当中发动网路攻击 其实有点像模拟当时他们要进攻乌克兰的这个模式 现在他们国内或是在波罗的海三小国 制造出一点煽动性言论 透过这样的网路攻击也创造出内部的分化 在今年9月的时候他们预点的目标 是向白俄罗斯跟俄罗斯西部派起5万大军 来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但最终他们的打击目标是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苏瓦乌基走廊 他本身被认为说是整个欧洲或是北约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有人说他是这个北约东翼的阿基里斯建 尤其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战略意义 因为透过这个打到这个苏瓦乌基走的话 他可以跟这个俄罗斯的飞地连结在一起 再加上其实可以直接连接到白俄罗斯的状况之下 其实就有可能让他们成功的进入 而且打到这个北约当中的弱点 所以说接下来在2025年的5月份 很有可能因为俄罗斯的种种行动 北约也决定要跟俄罗斯交火 正是这份文件当中 点出非常精确的时间点 还有可能的行动 但是以现在的俄乌战局来说好了 《卫报》就报道说乌克兰的空军 就摧毁了俄罗斯的包括A-50预警机 还有阿流声这个型号的轰炸机 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也是重创了俄罗斯的空军战略 因为他们的轰炸机本身这个数量 就已经非常少了 而且也对整个他们在乌国南部的军事行动 也创造了一定的破坏性 但是其实现在对乌克兰来说 不只在天后上面是天寒地窦 在处境上 其实也都是弹尽圆绝 但这个时间点英国送暖 包括是苏纳克亲自到了基辅 送给泽洛斯基 32亿美元的新军援 俄罗斯再度发射飞弹 从去年底一路空袭乌克兰 到现在已是第四回 周六天都喊没有亮 乌克兰首都基辅还飘着雪 居民被空袭警报吵醒 一家人穿上后外套 熟练的直奔地铁避难所 累了就靠墙补眠 像这样的乌克兰日常 已经快要满两年 这波空袭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 不止空中交火 沿东大雪也没有阻止俄军的地面攻势 烏东的巴赫武特附近 乌军靠着迫级炮 击退来犯的俄军 但是手上的炮弹存量 越来越少 苦等军援 但是美国跟欧盟援助接连卡关 这时来雪中送炭的是英国 英国首相苏纳克再度访问基辅 送给总统泽伦斯基的 不只是约32亿美元的军援大礼包 双方还签署了安全协议 直到乌克兰加入北约前都有效 同时乌克兰还是得面对国际间的战争疲惫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之前 乌克兰邀请80多个国家 参加第四度会议讨论和平方案 中国大陆还是没参加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跟泽伦斯基 都会来达沃斯 有机会当面谈吗 地主国瑞士还是提醒别忘了 谈判桌上另外一端的俄罗斯 只是乌克兰人还能找回和平吗 达沃斯场边的乌克兰展馆 不断播放着在社群媒体上 乌克兰人拍下的日常点滴 在战火下照样吃喝 照样长大 照样结婚生子 乌克兰别无选择 只能把生活活成了生存 TVBX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